現在這裡有一個平行四邊形 那被截掉兩個小扇形 他想要問灰色的面積 那我們先把這資訊先掌握出來 一開始呢 我們知道bc的長 這裡是12 然後他說m到ad的距離 其實這等於就在說 這個平行四邊形的高 是8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可以知道 abcd的面積就會是8乘12 就是96 那接下來這兩個黑色的部分呢 這裡他說怎樣 bm長 就說m是什麼 m是bc的終點 所以這裡是6 這裡也是6 好 那這兩個其實 因為平式邊形這兩個怎樣 這兩個加起來會是180度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圓移過來 這樣就補成一個大圓 補成一個半圓 那這半圓的面積 我們現在也可以算 因為半徑是6 所以我們今天就說 這個半圓的面積 就會是6乘6乘π 再除掉2 就是18π 所以我們把全部再扣掉 這18π 就得到這灰色面積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選項b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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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提到 … 就 感谢观看